文青都會來 這間成品敦南電影 是全球第一間 24小時營業的書店 不過2020年就要說拜拜了 因為這棟樓要都更 而且已經通過環評 聽說巴黎是個戀愛的情形 我在想 那台北呢 不只是電影中 男女主角邂購的場景 這棟敦南金融大樓 也是國泰蔡家的KIGETSU 最早這裡 只有四棟小洋房 包括國泰金董事長蔡宏圖 堂兄弟副邦金董座蔡明忠 都在這裡長大 經濟成長其實也是蠻穩定的 今年其他這幾個月份的展望來講 應該都算比較審慎的樂觀 論賺錢很有一套 其實國泰集團創始人蔡萬春 當初只是苗栗的電農之子 帶著一塊四毛錢積蓄 北上投靠親戚賣菜賣水果 後來二戰爆發 蔡家靠著生產 玩玩醬油大賺六十萬元 才累積資本跨足金融圈 像我們自己有成交過那邊 成品房附近的華夏 可能一瓶可以賣到 可能一百二十萬 那主要是因為 它的土地十分值錢 如今蔡家建立規模六兆帝國 這棟KIGETSU也申請都更 將從原本的十二樓 改建成二十八樓高的商業大樓 再建開百貨或五星級飯店 但專家來看 東區的人還是回不來 大安局本身就其實 本來就有一些百貨公司 其實這些百貨公司 一直業績都還不錯 可是並沒有帶起 東區的一些商圈的發展 業者預估最快兩個月後 能申請拆除執照 三年完工 就看能不能為東區注入動能 東森財經新聞 六至何困園 台北採訪報導 五十二戶 studying 十除非 十歗 �